快遞商C to C by 邀您共賞 小姐不惜地 妳身邊有沒有這些 什麼東西啊 妳身邊有沒有很多這種就是 朋友 女生 然後她有很多的問題 朋友 女生 那句話好饒口喔 問題女 就是每次出門的時候呢 妳的女生朋友呢 總是丟三辣四的 或者是拖拖拉拉 然後什麼東西 她就說這我不能吃 這個我也不能 如果是說已經要出門 然後突然打給妳說 我不能去了 問題女 超常有這種 對 就突然說我家裡有一點點 什麼急事 我覺得我好像今天有點發燒 不舒服 妳對不對 妳是問題女 這樣讓人超困擾 因為大家可能那個才一定好 沒有朋友流失得很快 我們今天就來討論說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些問題女的存在 嗯 所以我們今天就邀請了三組的 她們自稱是好朋友 對 歡迎顏麗婷 小咪 林香 小咪是Jason的老婆嘛 對 你們是好朋友 我們是好朋友 是因為球員的關係認識的 不是 我們之前上節目認識的 很久之前 我們的老公都不熟 但我跟她是好朋友 超不熟 交情多久 十幾年吧 這麼久 那很久耶 那應該是熟到爆了吧 熟到爆 真的滿熟到爆的 就家事都很清楚 所以她的秘密 妳的秘密 妳們都彼此知道 沒什麼秘密 沒有秘密 沒有 OK 好 等一下再問 好 因為這位是 林香跟雅涵 對 你們的交情有很深嗎 其實我們好像是 同公司才開始慢慢守起來 就是這一兩年的事情 你們是競爭對手吧 不會啊 因為我們其實好像型還滿不同的 所以不會被放在頭上去的 沒有啊 差不多啊 還是我們自願會不同 這都是矮矮的啊 我沒有矮矮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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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那麼高啊 我很高啊 林香長的 他太矮吧 他太矮吧 所以你們是交往多久了 交往大概兩年 兩年左右 對 兩年還很淺 可是因為我們之後就是 因為進入這個圈子 就比較沒有什麼朋友 然後我們就只能互相娶 你們有彼此看過對方哭嗎 有耶 有耶 我很常哭 他很容易哭 他也很常哭 是你只哭給他看而已 對 我基本上 不太在別人面前哭的 那有看過彼此的裸體嗎 有 常看 常看 連內褲都脫掉的那種 對 全裸那種 我們都是兩個脫光光 走來走去 走來走去這樣 在哪裡走啊 天啊 我不知道啊 你以為姓一曲啊 了解一下 了解一下 還有我們的Bandy有三位 對 也要來抱怨你們的友誼 共同覺得其中一個人有問題 是不是 覺得全部都有問題 沒有 問題比較大的是一個 對 你猜哪一個 應該是阿芳吧 他很多故事 他很多故事 好 要在聽 對 那接下來我們 因為還是要證明他們 到底有多好嘛 所以我覺得現在要讓大家 來說明一下 你跟對方到底有多好的交情 然後對方在你眼中 是什麼樣子的存在 我在演藝圈這麼多年啊 我真的覺得她是我心目中 可以排上前五名漂亮的女生 所以首先你只是覺得 她長得很漂亮而已 沒有 她把自己打理得很好 又自律 對 因為她每次 我們有約會什麼出來 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完好 就是可以拉她一點 太完整 就是妝髮好了 很像都有請妝髮還是什麼 而且這個妝她是自己用的 你就會覺得很厲害 因為我都要靠化妝好處 因為她不會化妝 我不喜歡化妝 平常都素顏在外面 所以就覺得每次跟她出去 我就很像歐巴桑 妳這樣比較像小男生 這是他們自己找的照片 妳給的 這很久 所以妳出門絕對不可能是素顏 至少擦個防曬什麼的 然後一定塗個口紅 不可以拉她見人 不能穿淚睡衣出門嗎 不可以 我會搭配好 沒有淚睡衣 沒有 出門不可能 為什麼 誰規定的 就尷尬 自己會覺得好像很 她躲著在路上是不是 對不起別人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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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誰 那是不是要下跪 我第一次去她家 我想說 終於給我逮到一個 看她狼狽的機會 沒有 穿什麼細肩帶睡衣 在那邊 我想說也太正了吧 而且就是家裡賓客很多 我想說 這個Jason也太有面子 妳現在看到Jason 還會覺得她帥嗎 有點偶爾 妳能不能 偶爾是哪一個時候 哪一個時刻 有打扮完整的時候 因為她在家也是偏邋遢 就是也是 居家男人 居家這樣 就隨便一個爛T恤 然後轉褲 然後頭髮也是亂亂的 就會有點 頭髮還能怎樣 頭髮不多 對 就是這樣 但是至少要整齊 但是又亂亂 妳就會 我就會 她會怒 就是看到很多空檔是不是 就生氣 空檔 看空白 那小B覺得莉婷是 因為我們兩個是 所以其實就是 雖然是自律 但是它有點 自律到過頭 因為我偶爾還會稍微 就是以打扮這一塊的以外 我還會放鬆一點 但它是完全沒有 它就是極致 因為我覺得摩羯 有一點點的 比較龜毛一點 或是就是 就是想很多之類的 然後它是就是到幾點 然後剛才錄影前 她跟我說她每天 因為我們穿一樣的鞋 我說哇 你鞋子也太新了吧 她說她每天穿出門回家的鞋底 她一定會刷過一遍 才放回鞋櫃 對 我想說誰每天刷鞋底啊 所以我你家鞋櫃很 你也去 我也是 也太辛苦了吧 一定要的 鞋子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擦完 是不是 再入櫃 主要第一愛洗鞋子 對 然後第二是 誇張喔 要乾淨 好變態喔 因為你不知道出去 踩到鞋什麼東西 對 結果你放在那邊 就有細菌 而且那個崔哥 你是刷自己 我刷自己 你只要顧自己 我是一家四口的鞋 好累喔 然後我老公有時候就說 你不要碰我的鞋 她就想要髒髒的啊 她說這麼乾淨 很奇怪 她就叫我不要碰她的鞋 有些球鞋 把一些仿舊的 直接把它刷乾淨 對 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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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掉還縫起來 所以我孩子的鞋都很 所以妳很潔癖跟強迫症 強慘的 我跟你講我家客廳 只要有人動過哪一幅畫 然後我的長頸路轉向 我一定 一進家門就說誰動 她是不是有一點怪怪對不對 我意思就是說我知道 對 因為我控制這一切 那妳會把全家人叫出來說 是誰動長頸路的嗎 有啊 然後我兒子就說 剛剛被她弄倒 把她放回去 我說沒有 她臉要朝著 因為電視在正面 她臉要看著我們在看電視 好辛苦喔 長頸路為什麼一定要看你們 從事不能看窗外 因為我喜歡長頸路 而且妳不是也喜歡長頸路嗎 我喜歡大象 因為我喜歡她 我就想要她看著我 妳那個手上那個刺青是 是大象嗎 我以為是長頸路 妳也有嗎 沒有 剛才很像她鼻子那麼長 對啊 所以妳知道長嗎 就是很強迫的 我都讓我家那個 因為我床後面也是有一隻大象 我都讓她自由自在的耶 我一開始是把她的鼻子 放在我那個面紙盒上面 我覺得這樣搭配很可愛 然後我女兒又送我一隻小兔子 我就把她放在那個面紙盒上面 就變成是一組的 然後有的時候她鼻子會歪掉 或是整個掉下來 我就覺得說 讓它變 所以妳不會覺得 要把她放回原本的樣子 我就會讓她自由一段時間 再把她放回去 因為妳覺得比較自由 對 我比較自由 像我家就很像軍校 因為這 八點就關全黑喔 八點就關全黑喔 八點熄燈 進去刷牙 洗臉上廁所睡覺 因為我們十點才播 他們睡覺睡著 我就會起來啦 所以妳先假睡是不是 我就會十點鎖定 小姐不吸地 手來... 真的會看啦 所以妳是說八點 妳先陪下來假睡 對 我會陪他們 那有時候太累 就可能會說要十點起來 剛好可以看節目 怎麼可能十點就告我起來 對啊 因為我還有很多事沒做 那林翔妳覺得雅涵 是怎麼樣子的存在 她雖然就是人比較小隻 但是她是非常有男友力的一輪 然後她只要跟她一起工作 她就會把事情安排得很好 就會很安心 我跟她相處的時候 就會覺得很放鬆 因為我平常都是我在照她的 對 其實她情緒比較容易有波動 然後我就會很負責照顧她的情緒 只要她的情緒上來 我就沒事... 現在沒什麼事情 妳不要這麼緊張 因為我很常出事 然後出事的時候 就先尋求她的幫忙 所以她大概是出什麼事會找妳 她什麼事都找我 對 最近一次了 一些八卦新聞 不好說 八卦新聞 對 就可能被跟拍啊 然後就是曝光什麼的 然後我就覺得 怎麼辦 我之後要怎麼辦 然後就問她 然後她就會叫我沒事 然後放鬆 而且這件事情我是瞞著她的 然後後來 就是她其實有點難過 但是她就是 想要先照顧我的情緒為優先 先叫我別擔心沒事 會好轉 然後她後來才跟我說 她其實很在意 我竟然有把這個小秘密 沒跟她說 對 但因為我當下想說 就是這個新聞出來 對她的情緒一定是影響很大 哪一則新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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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則新聞 哪一則新聞比較大條 對 就跟一個人手牽手 走在路上吃串燒 那不是你男朋友嗎 就是好朋友 對啊 好朋友幹嘛牽手 對 現在的人比較就是 哪有好朋友誰會牽手 我們也會牽手啊 女生當然會啊 好啦 反正就是這個新聞 所以你男朋友被抓 你被你男朋友被偷拍到了 然後她是一個路人對不對 不同圈子的人 對 很會運動的人 對 很會運動的人 很會打球的人 放球隊的嗎 是喔 要她自己講出來 對 對啦 反正我覺得 她情緒影響很大 然後當下但是 那你一定知道 她男朋友是誰啊 她不知道 我瞞了她超久的 你連她都瞞了 我連相處的時候我都瞞了 她所有人都瞞了 沒有一個人知道 沒有一個人知道 而且因為這中間 就是我都一直在關心她說 最近怎麼樣 她一直在對我說謊 對 這很值得生氣耶 不夠朋友 我其實是滿生氣的 因為我就覺得很難過 因為我什麼事情都告訴她 但是因為基於我覺得她很聽話 妳有男朋友 妳也會告訴她 對 如果我有的話 但是因為她是一個非常聽話的人 就是我經紀人可能就是跟她說 不要太說什麼之類的 可能怕我們說漏罪 對 之類的 然後但是因為新聞一出來的時候 她當下馬上是先來密我 因為她可能覺得說 我可能會因為這件事情很在意 所以我覺得她的情緒波動的當下 她還先來照顧我的情緒 我就覺得好吧 就算了 就先愛護我的心情 對 養孩是支持這段戀情的 因為也並也不 就是愛情這種事情 不是姐妹說的 她就會做的 對 對 畢竟她前面都可以瞞著妳 對啊 所以她跟你哭完之後 妳有沒有跟她發脾氣 說妳為什麼不跟我講這件事 我是在事後 就是過了一段時間跟她說 其實那件事情我還滿神氣 對妳有點失望 對 然後她就說 她就有點撒嬌 我就說好 我知道 她其實知道我有點失望 什麼的 所以她才第一時間 來跟我說這件事情 也來跟我道歉這樣 然後妳們兩個的話 應該是小咪會去找顏莉婷吧 如果吵架的話 應該我是比較軟的那個 沒有 她很硬耶 她也不會輕易的那個啊 因為我們曾經有一次有 一個莫名其妙的誤會 然後我們就很多 算年喔 年 很多年不理對方嗎 一年是 應該有一年 就是比較少聯絡 將近一年是 什麼誤會 後來我們大概五年後 才解開這團謎題 就是因為有一個女生 在我們中間從中作梗 就是妳知道會有那種 誰啊 小咪 顏莉婷很賤耶 什麼什麼然後 顏莉小咪很賤什麼 這種女生就在我們中間 因為她不是我們彼此的朋友 她是Jason球隊的朋友的朋友 妳不知道她做這個事 要求什麼目的是不是 我覺得那就是她的習性 她的習慣 因為她只有說我們兩個 她也去說了 可能Jason的什麼什麼 就是她周圍的人 她就會去講 用秘密交朋友那種的 休閒活動就是說三道四 然後我們就有一次 因為她生日 然後我們的共同朋友 就約了大家一起 可是其實那時候心裡 還是有一點點疙瘩 然後想說沒關係 那就借這次趕快和好 因為我們每一年的 彼此的生日 我們都會一起度過 所以有一點吵架 但是還是覺得 還是要辦一下這樣 所以那一年我就豁出去 因為她很愛打扮 所以她就逼大家要COSPLAY 可是我這個人是晚上不出去 以及不可能是有人 可以控制我要穿什麼 所以我那天就 穿了白雪公主 COSPLAY喔 旁邊那個鬼是她 妳看錯了 哪一個的 我是 那根本就 我是Elsa還安娜 那哪是那安娜貝爾吧 很完整的一個COSPLAY 是神話人物是不是 她就說要 迪士尼 那一次是迪士尼的系列這樣 然後為了她來去租借衣服 還請妝髮 我人生沒有這個行程的 她來講尺度超大 那天就喝得爛醉 我們居然還捨吻 只有兩個 對 我們就是有一種心理 覺得說 終於讓我們有機會 就是再愛對方 對 然後因為太醉了 然後我人生 就是進演藝圈 唯一醉兩次都是她的生日 所以那一天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就跟她捨吻 然後我們 跟她那些莫名其妙的 迪士尼朋友 就全部唱傻眼 傻眼 因為一開始我們喝醉了 然後就開始 我先拿著麥克風先 就是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完之後 就突然有人Cue我說 妳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跟麗婷講 然後其實我已經醉了 我就開始說 就開始講她 她就開始罵我髒話 我就開始罵她髒話 我說妳知道妳有多機車 妳有多討厭 妳毛有多多什麼 然後她還拿麥克風起來 然後我們就互罵 罵到兩個人在那裡大哭 哭到妝都花了之後 結果麥克風丟下兩個人 就是 真的 親到整個忘我 然後就真的有揉 對那種腰 有妹 我就把它弄倒到懷裡 然後這樣親她 然後最後不會還 手也進去了 就是跟她的腰這樣子 所以妳們三個是 我在外面呢 我先講 就是在外面喝酒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較屬於那種 會控制她們兩個的人 因為她們兩個比較容易 喝比較多一點 對 所以妳不會想要 跟她們一起舌吻嗎 不會啊 我就看著她們在玩這樣 但是我有喝一點 可是我還沒有醉 所以妳這個法表是要 我要牽搶 妳在想不到 妳是什麼 妳只說舌吻連線啦 有點對都會舌吻的意思 對 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手上有一些題目 就身為好朋友呢 一定有這個真心話大冒險 對 然後呢 因為畢竟我們今天是要說 對方毛真的很多 對 很常看她不順眼 所以呢 第一題的真心話大冒險 就要寫出對方 妳的好友身上 哪一個地方 是讓妳看得最不順眼的 好喔 好 要翻牌囉 好 3 2 1 請翻牌 全身過敏 全身過敏 全方的頭髮 全方的頭髮 為什麼 每次都是相撲頭啊 她每次出去真的都是很亂 然後 Tag的嘴妳看不慣 對 阿方的腳 她的腳真的很煩 就是她每次 我每次出去 只要是在室內 她就喜歡把腳放在別人身上 而且會一直動 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然後一直摳妳 然後放在妳腳上的那種 在車上也會放在前面 會一直這樣 所以妳不喜歡 就偏噁心吧 妳那麼漂亮的女生 OK 好 好 那個顏麗婷很 看不慣小咪的胸跟屁股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都是我沒有的 妳沒有屁股嗎 我沒有 因為我是扁身 很瘦 然後她就是前凸後翹 我屁股比較大 常常我們一起去健身房 然後就會有一個 妳如果有上健身房 妳沒有把屁股練起來吧 有一個重動作 這樣拉那個重 然後她那個後面就是那種 超翹屁股 然後我在後面看就想說 我看妳屁股有多扁 我就是扁著 但妳有練起來一點了啦 我沒有屁股妳記得 有練起來一點點 妳幹嘛 妳幹嘛 不是 妳現在健身房多久了 我就是怎麼練都是這樣 不可能 妳先蹲來個十下就有了 因為她骨盆很窄 因為我沒有肉 沒有骨盆 所以再怎麼練起來 那我看小咪的 她很有肉 很豐 而且我屁股很大 很多肉 所以她骨盆是在的 所以她會生 就是生三個 我懂了 現在在檢查什麼 沒有 我看她在細節比較一下 就是真的是 胸 胸腿 因為她就什麼都有 然後又漂亮 就是看了就很不順 可是妳這種扁扁的很時髦 真的嗎 對 好美的 小咪不喜歡她的腿 因為她腿超不合理的啊 她腿細到 太細 很細 然後又很長 所以其實在她旁邊拍照 是很吃虧的一件事情 就是妳比例會變得很差 就所有那個風頭都被她搶走 沒有 我也高 我一百七 妳們兩個站起來我看 妳們兩個腿差不多啊 差不多啦 都很細 都很細好不好 都很細 所以妳們兩個是有彼此 就是在那個督促對方說不能變胖 沒有 說真的 我是因為看著她這樣 我才慢慢讓自己身材越來越好 所以妳們兩個飲食也控制得很嚴格嗎 我沒有吃晚餐 一天只吃兩餐 對 然後妳也是 偶爾 對 因為她菊比較多 對 可是妳常常會有喝酒菊啊 對 所以我還是會大吃 所以我會就是比較多的運動這樣 對 妳可以喝酒嗎 我可以喝酒 妳可以 為了她可以 她只為了我喝 我平常沒有喝酒 妳只有遇到她才喝 妳只有遇到她才喝 我八點就熄燈喝很久 妳不是說孩子睡了 妳就可以出來自由嗎 不行喔 她在家因為她們如果要起來 她就是在家喝啊 我不要 自律啦 對 不喝 不喝 很無聊 我的人生很boring 對啊 還好我不是妳朋友 嘿 雙行衣就要到了耶 妳想好要買什麼了嗎 當然想好啊 我最近決定效法這個女生 所以真的保養方法 還有一個小法寶一定要囤貨一下 該不會就是我一直有在喝的 M2美度超能膠原飲吧 欸 太有默契了吧 好啦 我不嘗試 趕快跟妳分享我的這個 雙十一的這個懶人包 我跟你說啊 從十月一號開始啊 就可以在這個 愛 Queen 愛女人購物網 Momo 沙皮這三大網站 都可以買到獨規的 M2美度超能膠原飲禮盒 而且妳趕快打開網站 現在還有很多優惠左右可以下單喔 欸這個方案真的看起來超吸引人的耶 像是超能膠原飲 紅色膨顏款 跟紫色的夜亮款 都有超佛的特價 還有燒卡AB定 任選三盒 只要2222塊錢耶 我好像都很需要耶 好啦都買啦 因為現在每一個通路啊 都有獨家的限定優惠 可是雙十一的物流不是都很塞嗎 如果我想趕快摸到實體 我要去哪裡買啊 我跟你說 活動期間啦 只要去四家這個實體的藥妝店面 就可以用買一送一的優惠價格 買到這個超能膠原飲系列的商品喔 所以妳是說我只要去屈臣寺 寶雅 大樹藥局還有康氏美 就可以變得跟孫一針一樣美嗎 有買有機會啦 好啦我跟你說 有個最特別的是啊 11月3號到5號在信義區 還有快閃的實體門市耶 那妳要跟我一起去嗎 我們一定會買到舵手 好啦我跟你一起去啦 大家趕快把握雙十一一起款待自己吧 然後林蕭妳說她太漂亮跟 她就是她的容貌焦慮 她整她的容貌焦慮超級嚴重 她已經是我們公司長得最漂亮 最近是最天然就是零食角 什麼造型什麼風格都可以駕馭的人了 然後她還整天一直說什麼 她額頭太高 然後她自己是一個不長痘痘的體質 她只是長了一顆痘痘 然後她就一直唸一直唸 然後害我就會整個容貌焦慮更嚴重 她想要逼死整個公司的人 那妳會罵她還是妳會安慰她 我跟你講 因為她那個容貌焦慮真的太嚴重了 我們公司都還要私底下密 我們說你們要多多稱讚亞海 不然她真的是太就是走火入魔了 因為她可能就是不想工作 然後就明明也沒什麼太大的狀況 然後他們就叫我們去稱讚她 因為我很容易沒有自信 然後沒有自信的狀態下工作 我就會覺得我全身都不對勁 我沒有在工作的狀態裡面 所以妳是真的是 只要一顆痘痘就會影響的心情 就是因為我平常都不長痘痘 所以一長我就會覺得很焦慮 不過身為朋友 妳們有因為朋友的什麼問題 然後真的是去幫助她嗎 解決 我覺得我還滿意氣的 反正就是因為我們出道很多年 然後常常就會像她這麼漂亮的女生 她很懂得化妝品 跟所有的保養的事情 所以有時候問她 她跟我講說 最近有一個什麼牌子很紅 然後很好用什麼口紅 又出新色號什麼 我一律聽不懂 但我最基本就是出門素顏 可是我一定會擦防曬 所以有一陣子在那邊聊聊 就想說 為什麼那麼多防曬都這麼難用 因為很黏 然後擦了之後又 流汗白白的 對 那接下來你如果要上一些遮瑕 它就會流掉 就會覺得很爛 所以我就想說 那不如我就來自己研發好了 自己研發 太跳動了 因為我不相信任何人 你看我就是家裡 什麼事情都是我在用 所以我就覺得那我就相信我自己 我就自己研發 自己研發什麼 就是防曬隔離氣墊 這很難耶 對 怎麼會研發的 我就慢慢去研究說什麼 然後有物理性防曬跟這個化學性 我就堅持要物理性 因為就是適用於所有肌膚 不會傷害人的膚質 可是妳應該有一個專業的人 陪妳一起研發吧 有 我有一個團隊 但我們就一起 可是一切都是要經過我的聖核 然後才可以通過這樣子 妳是不是只是很追求那種 就是別人要經過妳的同意 妳想說 OK 妳說老闆感嗎 對 這可以 妳是不是只是很喜歡這個人設 但也要做得到 對 所以妳真的把東西做出來了 我做出來了 而且我今天有帶來 已經在賣了嗎 已經 而且賣得不要不要的 不要不要的 來看一下 看一下 就是它 妳自己研發的 對 防曬隔離 然後潤色美肌 全部在這裡 好厲害喔 一個搞定 一個搞定 然後因為我們有在做那個美甲 所以就會 以前用一些牌子就是會卡 然後打不開 所以我就直接這樣做成這種 磁吸式 對 就沒有這個困擾 對 很方便 然後我剛剛講說我真的很討厭 防曬很黏這件事 然後又很厚重 所以在妳後面再上一些彩妝的時候 就很阿雜 所以我就都有想到 然後我的粉撲就有用 全部都紫色的耶 對 因為我喜歡紫色 可愛 特地從韓國空運來拍的 那個 翠克可以摸摸看 就是很軟 真的耶 觸感非常好 高級的是不是 對 然後它水滴中 所以就是眼角啊鼻翼 都可以輕鬆的上得到這樣子 對 然後我現在就示範半邊一點 因為我現在沒有底妝 我只有眼睛 妳沒有底妝 妳沒有底妝 對 我只有化眼睛 你們兩個反應我好開心喔 沒有 自從剛剛就沒有嗎 沒有啊 那妳皮膚很好耶 那妳皮膚很好耶 因為以往的防曬都沒有分顏色 所以我這次特地做了 有白皙跟自然色 其實看起來是滿明顯的 它的分色號真的很天性 因為像我比較黑就可以自然色 對不對 對…你們可以用看看啊 有 其實它真的很透很舒適 而且這個真的很透耶 其實一般房間的民眾 不太清楚自己的膚色 就可以挑選自然就好 它就是隔離防曬 所以呢 在你們出門前 不是會洗臉 然後擦保養品嗎 對… 擦完就立刻防曬 它就是防曬 它不是那個粉餅 它不是 它是防曬 可是還是要卸掉 對 可是我有出一個洗臉的是 直接可以卸掉我們家的這個 所以就連卸妝都不用 但是要只能用我們家的 好 然後就是你上整臉之後 你可以仔細看我的透妝的程度 就是你看不出來我臉上有東西 很透 因為我們現在都很愛韓國那種 追求那種尾素顏的感覺 尾素顏的感覺 對…所以其實你看我上完 不但有光澤 真的耶 然後但是是你不會覺得有什麼東西 而且感覺比較豐潤的感覺 很透耶 這個是SPF33兩顆星的細素防曬 那有時候就會有人問說 可是我很容易流汗耶 那你這樣子如果 它就變土石流怎麼辦 所以我就還有做到防水 所以就請… 它還可以防水 對 你噴我臉 因為一般如果不防水 你們只要那個擦東西在臉上 就會變白色的乳狀 一條一條的 乳狀的那種水珠 可是我的不會 你被手下倒進去 你沒有再客氣的 會太多嗎 對 好 我用這個乾淨的衛生紙 用力壓 白色 沒有妝 沒有顏色 而且還不黏耶 我們很需要這個 對 完全沒有妝 我們在戶外大挑大流汗 都是透明的 那你就想說那這樣的話 適合去海邊嗎 如果是那種大流汗的人 對啊 我跟你們說 接下來這個實驗 讓你們顛覆想像 退客 麻煩你 要下水了嗎 對 請要下水了 你直接把它打開 用力地往這沖 用力 認真 不會沖 用力 用你畢生的 是也不用噴到我 噴它就好 就這樣 然後你可以擠 噴 整罐噴完 就這樣 都沒有留下來 對 真的 你還想 我喝一看是不是真的 真的 這麼方便 我怕觀眾會以為說 這是不是特殊的水 這是真正的水 謝謝你 首先這一個裡面 完全是透明的吧 對 沒有任何粉底 沒有任何粉底 什麼水珠 好厲害喔 然後重點是呢 我還可以繼續的 把另外一邊用完 對 你看 這是完全防水 你只要上均勻就好了 對 它撕掉居然還可以用耶 可以 因為它防 非常煩 而且上面還有水珠 它還可以繼續用耶 對啊 大概身上很方便 所以如果你去外面玩 然後這 骨爺掉進海裡什麼的 拿起來 就繼續防晒 你就不用怕說 你要不要海裡 應該給你去殺嘛 順便去角質 腦子很清楚耶 這就是重點就是 不用怕不防水這件事情 你看 哇 就是全部都很完整 氣色完全是 對 其實氣色比我剛剛好的耶 你剛剛已經很好 現在是更提亮耶 就是有提亮的感覺 因為裡面 我有做一個防水薄膜 所以其實它就是幫你擋掉水 你看像剛剛那樣 這麼強烈的衝擊 都沒事 所以那種很容易流汗吐石流的人 都不用怕 然後我做的一個是 它是非常好替換 這樣就拿起來 你就可以更換新的 對 然後你就再扣上 就這樣 哇 很快三秒 所以你有就是有賣那個補充的 補充蕊 對 所以你這個盒子就可以留著 然後只要換補充蕊就好 很環保耶 很方便 你說已經賣到的很厲害是不是 我們最高紀錄好像 一個月賣一萬多顆 一萬多顆 對 妳自己已經賣多久了這個 我這個東西差不多快兩年 哇 那你現在是富豪囉 沒有 沒有沒有沒有 就是希望弄更多的東西 給大家用這樣子 那因為我出的一系列都是給 就是小朋友老人 不管什麼年齡都可以用 因為我希望是讓大家都可以使用 而不是限定於某些人 對 男生也可以用 男生非常適合 因為男生很討厭出門的時候 還要抹東抹西的 對 可是又想防曬 妳老公出門會擦這個 老公不會 因為他就很直男 可是我的孩子 我就會幫他們防曬這樣子 真的 是一個 真的我很用心弄的好東西 推薦給大家 謝謝 很棒 真的 下一題 這真的只有好朋友會知道的事情 請問 對方在睡覺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糗樣 好朋友才會一起 有出去過夜 或是住朋友家 這樣一起玩 比如說說夢話 或是睡覺裸睡什麼的 好 那就先看你們的 好 確認生病跡象 太安翔磨牙 因為他睡覺 你如果沒有去 你會覺得他走了 你知道嗎 他就這樣 你是平躺的睡嗎 他就是非常 我太會亂動 他睡覺也是很漂亮 就這樣 你也不會側睡夾棉被或什麼之類的嗎 但側睡如果我睡著是這樣側睡 那我就這樣醒了 你手會這樣 之類的這樣 你這樣手會麻掉耶 卡通睡法嗎 對 對 就會不太會再動了這樣 所以你就是一旦睡了 你就一秒就可以睡進去是不是 算好睡的 對 好帥喔 我也是 不太有失眠性 所以你也說他太安翔了 他也是很好睡的 對 他睡也睡得很好 所以我們出國睡一起 幾乎不會吵到彼此 那他就是偶爾小磨牙這樣 妳會叫醒他嗎 不會 我就會 就是再稍微動他一下 然後他就會再翻個身 然後繼續睡 因為我們都很好睡 所以再動一下 就是又睡著 又睡著又不動了 就是他再翻個身 可能碰他一下再翻個身 他又不動了 所以如果第三個朋友 竟然會以為我們兩個還活著嗎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妳去他家 他說十一點半要準時睡覺 你也可以配合他 我可以配合 因為我也是很早睡的 有一次我九點半賴他什麼事情 然後隔天什麼十點才會回 我說怎樣 他說不好意思我九點就睡了 好早喔 就有時候陪孩子睡一睡 你就會不小心 就一起睡著這樣 妳可以一覺睡多久 我如果隔天不用送上學 我可以睡到九點十點 中間不會起來 頂多起來上個廁所什麼的這樣 對 也太幸福了吧 妳們不行嗎 不行 真的嗎 我要起來大概兩三次 睡前少喝點液體的東西 可是會很渴耶 我媽也是一起來尿完 然後就要補充一杯水 然後兩個小時在尿 我說那妳就自早的啊 對啊 就不要喝那麼多水 可是因為我是嘴巴 會張開呼吸的人 會變很乾 好另外兩位謝謝 林湘說亞韓是 要有好的狀態他才會睡 跟他只要一點聲音 他就會起床了 我也是那種就是一天會醒來 兩三次的人 半夜 而且很是不需要任何聲音吵我 我自己就會醒來 所以為了尿尿嗎 也不尿 他就不知道為什麼就會醒 就是沒有可能翻身 他就醒來了 我跑去上廁所他就會醒來 害我晚上都得別尿 不要膀胱炎 因為我不敢吵到他 因為他 我一去沖水他就起來了 我就很不好意思 壓力很大 對我就不敢上 然後就會膀胱炎 可是為了朋友的膀胱炎 妳可以嗎 可以啊 只要他可以睡得好 因為我睡眠品質超好的 任何時間都可以睡 對任何時間都可以睡 但是他比較 他就是毛很多 他就是可能今天工作一整天 已經很累了 或是喝酒喝到很晚 他已經很疲勞 大家都很疲勞 很想睡 馬上閉上眼睛就可以睡的那種 他還是要堅持 我要卸妝 我要洗臉 我要洗頭 我要潤髮 我要吹乾頭髮 要頭皮吹乾 然後要擦完全身乳液才睡覺 一定會堅持到底 對 所以領下是可以偶爾不洗澡 然後直接睡 他都沒在洗 沒有 他妝可以維持兩天不卸 你知道嗎 不是 等一下 我要說 不是底妝 因為我今天可能請了一個 五千塊的舒嬅 我覺得很貴 我還會把它用好用滿 所以我就會留言 什麼東西啊 我都跟他說 你眼睛會長蟲 因為他這個睫毛 就黏上去 他不卸 他隔天要繼續用這個妝 他就只卸旁邊就是底妝這樣 然後眼睛都不卸 對 我說我靠你有一天眼睛會長蟲 你知道有看過那種接睫毛眼睛 是長那種蟲的嗎 我說你會 因為有時候請舒嬅五千八千很貴 就是要用好用滿 然後他們用得那麼漂亮 我自己又不會貼睫毛 所以我就會撐兩天 可是你睡覺的時候他不去 因為我很好睡 我就這樣子睡著 我是這樣 不會亂動 會翻來翻去 比較少會 我就用頭卡 手卡住頭 然後這樣移叫到 你這樣可以睡一整晚喔 可是你有去檢查過 你眼睛有沒有蟲嗎 沒有 你以為他下面這兩個是臥蟲嗎 沒有 這是蟲寶寶 沒有啦 就是 現在有比較那個 林香是偏髒的女生是不是 因為我很容易覺得很累 太累了 就想要先稍微休息一下 可是我昨天也是有請舒嬅 當然因為我想說 她今天可能會講我這一點 我就有先卸掉 今天自己重新畫好 所以今天是自己畫的 她連頭都是這樣好不好 頭也是不行 沒洗舒嬅的時候 那個舒嬅姐姐都會說 妳像妳今天又沒洗頭對不對 我那時候妳幫我噴定一點 因為我睡覺不會亂 妳幫我噴定一點 我這個髮型明天要用 而且她髮型可以維持到明天 就這種包包頭 她也都不拆 就這樣睡睡睡睡 隔天還是很完整 對 所以妳一顆頭可以撐多久 我可以撐三天 如果是扎起來可以三四天 然後都很好睡 然後都是一個包頭 妳可能會看我三四天 都綁一個包包頭 就是妳懶得換頭了 對 因為我不太會整理 然後有人幫我裝髮 我就會覺得要用好用滿 妳幫我噴定一點 所以妳的粉是經過妳身邊 不會聞到香香的味道 不會 會有一些有好味 這才是真正的 零香的香味 因為有時候我會聞到 我自己的頭皮味 對啊 頭皮味很重 很驚人耶 等一下 妳這個頭幾天沒洗了 她這應該還好啦 兩天吧 兩天 對 差不多兩天 我已經可以估出她 大概幾天沒洗透了 結果卷是昨天的卷 今天再稍微補一下 好嚇人 頭真的不需要每天洗很麻煩 好 那妳們三位 其實好像講的是 我們兩個講的好像是同一件事情 因為阿芳根本不可能看到 其他人在幹嘛 她永遠都在睡覺 她睡的時間不是這種什麼 九點起來 她是真的起不來 到幾點都叫不起來 然後就算我們出遊 就是在國外 她也會 就是早上叫她好 她說讓她再睡一下 然後妳們先出去 然後到下午再問她 她還是沒醒來 然後到可能已經快要傍晚 她會醒來 然後傳說你們在哪裡 然後不管我們在哪 她還是會待在飯店 她會就是說她要點外賣之類 她就是不要 就是離不開床 所以即使是去外面旅行 出過一樣 妳也不出旅館 妳也不出旅館 對 就是偶爾會一直想睡覺 十幾個小時 而且我跟大家說 睡十幾個小時 起不來 我們是出去玩 大概已經出去四五次 然後每次都至少會有一天 待在房間 一整天 然後一開始 我們前一天會講 我說那我們明天去逛這邊 然後去這邊拜拜 去幹嘛幹嘛 都會講好 然後她說好 然後到隔天她 早上起來就不去 然後一開始我還會擔心 是不是不喜歡 我們規劃的行程 怎麼不說 到後來我們真的 我們兩個人都很習慣 然後上次去韓國的時候 有另外一個人不習慣 她就會一直很擔心說 她為什麼不出來 她還好嗎 然後我們只要到咖啡廳 她說 那要不要跟她講一下 我們在哪 然後到這個點 要不要跟她講一下 我說真的不用講 而且她起來 她說我起床了 也不用講 你等一下上車再給地址就好 就真的可以 一直睡一直拖的人 而且她很奇怪 她如果到 就算她來了 她也不一定會參加我們行程 就是她 她會到我們的定點 然後到了之後她就說 找到你們了 那我去洗頭囉 然後就說 去洗頭 在哪裡 就不管 她就我們在的地方的附近 出國也是 對 出國的時候 她就找個地方 然後去洗頭 然後做到 就洗到我們 就是全部都比如說逛完間 可是其他國家很少會有像台灣 那種洗頭吧 不管 她就是硬要找到 然後就去洗 真的 目前還是只有台灣洗得最好 我 謝謝妳的再見 我到每個國家都會找洗頭 她們有去等洗頭的 對 但她就是要洗 她就是堅持 我就會一直去找洗頭的 她真的非常助自己 我們去逛間 然後她跟我們碰面 然後她就消失了 因為她去旁邊買冰淇淋 對 然後她做的時候都是自己的行程 包括我們要決定 出去玩這件事情 我們還在群組討論日期 她就訂好機票了 我也問每個人 檢查一下 她就是先決定 大家已經是這個日期 然後大家應該都沒買票好 那我就先買了 妳是很神經耶 妳這種行徑 但是 不是應該要先檢查一下 然後我們去不常識的時候 她會幫所有工作人 都檢查好了 就那個換位 那個選擇的那個位置 坐飛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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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就覺得很驕傲 說我很厲害 她就是想要表示自己其實很有能力 能力很強 對 但也許別人不需要這個能力 好 還有問題嗎 這一題很簡單啦 好朋友都知道 請問 對方 前男友的職業是什麼 前男友的職業 好囉 寫好了之後 我們要翻板板喔 3 2 1 請翻 小蜜現在的老公是Jason嗎 是 然後前男友是 午夜 起的好像是 因為她是以前 她是台中人 然後她是為了Jason 才來台北生活 那其實她也有跟我講 台中有一個男友就是 不知道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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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女生 她就會自己去賣衣服 因為很漂亮 她就是很好的模特兒這樣 她就會批貨賣衣服什麼的 但聽到她聊她男友 就不知道在做什麼 那不是午夜是什麼 人家自己講 所以答案是真的是午夜嗎 應該算是吧 真的假的 那你怎麼會跟她在一起 就 而且聽說很醜 很醜 很醜 我們這裡沒有問長相 她只要 長相先不要 沒有想說又醜 又無異到底 醜其實很矮而已 你搞錯了 很矮 然後無異 你到底喜歡上哪一點 但她很善良 人很好 有一顆善良的心 頭髮多 所以她前男友還是籃球員 是吧 是不是 因為她以前自己也是打女籃的 所以她就一直在這裡 當然張志豐是最職業的 就是職業殿堂的 可是前面的就是業餘的 OK 板凳的嗎 而且我這個前男友的偶像 就是張志豐 那妳後來 這很爆耶 就是有一次她就在我 到一個高中面前門口聽著 她說妳可不可以等我十分鐘 我說妳要幹嘛 她說我偶像在裡面投懶 然後我就說誰啊 無聊死了 就等她十分鐘 她就出來說 我此生無憾了 我看到她了 那那時候不流行拍照 然後她就說 我看到她投懶的樣子了 我覺得我太滿足了 我說誰啊 叫什麼 她說張志豐 然後我當時其實有聽過 張志豐 但就多年後 我就跟她在一起了 這故事太精采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她就是 有看到我們結婚的新聞 她應該整個就是大傻 她應該氣瘋了嘛 她最愛的張志豐被妳搶走了 什麼 妳是搶走 妳是搶錯了嗎 那她要崇拜吧 妳搞錯了 對 好 那先看妳們篩好了 那個的前男友到處飛 到處飛 AKA無業 我們只要飛來飛去 因為真的 妳是說藝能裡面那個嗎 我們飛到 我們只知道她就是很常 飛來飛去 藝能 就是這個國家 那個國家 然後又飛去哪裡 可是不知道在幹嘛 不知道她在幹嘛 你知道她又在做又在做 對 所以答案是嗎 愛旅遊的人 不是 她就是做區塊鏈的 區塊鏈 什麼叫區塊鏈 這個妳覺得沒興趣 對 反正就是飛來飛去工作的人 加密貨幣區塊鏈 OK OK 好 然後阿芳的 我們都做醫生 然後小小的是 我就沒什麼好說 那妳學什麼 而且自由業 小小的前男友是自由業 也是不知道在幹嘛 主持人不是嗎 妳在講他 不是 主持人 然後阿芳說 妳在幹嘛 妳怎麼可以 妳 這邊 同行 她是 她不錯 對 而且她又很特別 她是藝人厚 妳是忘記了嗎 她說她是藝人厚 她是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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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是藝人 不是豐田吧 是 是 好新的問法 講出正確答案說 不是這個人吧 是 是 所以全隊 真的好朋友 接下來還在 自由業三隊 OK 還在切切之語的這一隊 雅涵說 反骨啊 反骨某人 師生啊 培根 事情已經一個忘記了 大家已經忘記了 大家已經忘記了 沒有 我剛剛一直說 不是那個貓 她說對啊 是啊 所以妳上一個真的是她 對啊 所以她私下是正常人 她私下不是 就是那個樣子 她好像不喜歡 跟女朋友 做親密的事情 對 大家都知道 為什麼妳知道 因為她好像有講過 她有問過妳為什麼會這樣 我忘記了 我只記得她不喜歡做 不喜歡跟女朋友 所以林鄉妳是因為這樣 跟她分手的嗎 差不多 就是玉琳哥說 早上 沒啥鳥用 晚上鳥沒啥用 妳是不是 玉琳很好的 她還叫我靜雜 靜雜 林鄉 沒鳥用 因為妳這麼正 她竟然還不碰妳 她其實 上一任也是 她的上一任也是 溫迪也是 我們女朋友都有一個 復仇者聯盟 就是都有一個痛點 妳們有賴群啊 沒有啊 我們都有一個痛點 就是說已經一年了 她竟然都碰都不碰我 對 真的是差不多這樣子 你們下次可以問溫迪 好 然後林鄉妳說 那個雅孩的男朋友是 一個網紅 然後 對一個網紅 然後現在在台服事業 是厲害的網紅嗎 妳認識嗎 我朋友啊 女朋友 女朋友 誰 講出來真的會不知道 誰 就是真的是路人是不是 就 以前錄節目的朋友 就 算KOL 現在 KOL 意見領袖 不重要 反正已經是前男友 已經分手了 已經分手了 所以妳前男友是很糟的人嗎 不會啊 他很OK啊 有碰妳 有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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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鳥有用 所以目前這樣聽下來 所以毛多的人 是小咪是不是 就是我們兩個的毛都 因為我覺得妳毛也挺多的 一樣 所以應該是那個平手吧 但我們就不會去採 對方的毛這樣 然後妳們兩個聽起來是 誰的毛多喔 就是都還好 因為我們兩個個性滿 互補啦 所以我們很適合一起 對 然後妳們三個應該就是 阿芳是神經病吧 可能就是這樣而已嗎 對 所以不管怎麼樣 只要 只要他們在一起開心就好啦 對 因為有時候 個性不一定要一樣 有時候就是 大家互相Cover來Cover去 一個很鬆 一個很嚴 也許出去玩 就有不同的火花 所以 希望大家都一直很開心喔 還要講到多久 看起來要講到多久 什麼都聊什麼都不奇怪 這句話好老派 快來訂閱小姐不吸地 記得分享按讚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小鈴鐺是我要講 開啟小鈴鐺喔 叮叮 叫我 走 走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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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